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Sara Art Studio 我是Sara 那么Sara在疫情以来 我们就一直在进行一个公开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足不出户 也能够学画画 这个呢就是Sara老师的二维码 大家如果以前没有联系过Sara老师的话 可以通过添加这个二维码 在微信上找到老师 可以把大家参加公开课所画的作品给老师看 好 老师的课程有三种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疫情期间的公开课以外 每周一次的公开课已经有98节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Sara老师还有精品小班课 那精品小班课呢 跟公开课不同的地方 就是Sara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程度分班 那么就会难度是最适合我们同学的 同时呢在课堂上也会有 直接的沟通 会对每个学生不同的问题呢 给予相应的指导 所以这种方法呢 孩子们的进步会是更大 而现在的精品小班课有两种收购方式 一种是网课 一种是面收课程 所以给大家更多的选择 希望大家有需求的话就跟Sara老师联系 Sara老师的位置呢 在加拿大多伦多 Hive 7和Kennedy交叉路口附近 希望能够尽快地在 在面对面地见到大家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呢 就是我一个精品小班课的一个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呢 它是一幅风景画 我们有一个色阶的变化 这是同样一个色阶的练习呢 老师会设置不同的难度 然后通过 因为以满足各种程度不同的同学的需求 现在看到这个小猫是往期的一个公开课 如果大家错过了 可以进到公开课的列表里面 在YouTube上面找到它 这是孔雀 这是素描风景 不同的素描风景 这是一个装饰画 这是一个动漫的 这是一个色彩 这是一个素描镜物 这是一个灯塔 也是一个装饰画 这是春天来的画的小鸟 这是我们之前 前两周的一个公开课的视频 打线 这是春天的景象 蘑菇长出来 小蜗牛出来了 这是一个小鸟 这也是同一个课程 难度不同 这是我们上一周的公开课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往期我们的素描课的内容 这是素描写生 镜物写生 装饰素描 镜物 装饰画 好 那么如果大家有需求呢 欢迎大家 学画画的需求 欢迎大家跟老师联系 那么从四岁以上的学生 老师就收啊 如果是网课呢 是六岁以上 包括成人 如果有需求呢 都可以跟Sara老师联系 我们今天呢 因为Easter快到了啊 我们打算 今天老师打算 带着大家一起来画一个 复活节的小兔子和小鸡 首先呢 我们拿出一支铅笔 好 我们画的时候呢 首先把画面分开 想想今天要画什么 我今天打算左边画一小兔子 右边画一个小鸡 好 首先我在中间靠下的位置 我画小兔子的头 画的圆一点 画好了之后呢 画兔子的身体 他的身体呢 是一个 是这样一个形状 他在干什么呢 他的耳朵呢 在他的身体上 两个耳朵 可以画得更圆一点 是这样的 画个圆圆的耳朵 这个圆耳朵里面再画一个小的 小兔子呢 前面有一个小鼻子 我们可以想一想 侧面的小兔子是 有一个小鼻子在侧面 让它有一个硬件的 然后呢 小兔子可以很高兴 嘴巴从这儿出来 我们把多的这一块给它擦掉 小兔子的嘴让它是这样 那小鼻子呢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三角形 小兔子的眼睛呢 你可以画成喜欢的样子 我们可以画成一个小圆的 然后它可以有眼睫毛 可以小眉毛都可以 小兔子有胡子 有点点在它的脸上都可以 然后呢 小兔子的爪子 在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画一个小圆 加上曲线直线 然后在这个位置给它加上 一个小短线来当它的脚趾头啊 然后这个位置呢 给它加一个弧线 这个下来之后 多出来 圆着脚趾头 这个是它后面的这条腿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这条线不要了啊 然后小兔子有一个小尾巴在上面 我们给它画一个小小的尾巴 然后 给它画成这样啊 它头上呢 小兔子头上可能长出一座小毛毛 很可爱的啊 小兔子的脖子上 我们可以过节了啊 给它加个装饰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画一个 这边有一个小兔子趴在地上 在看什么呀 让它再看一只小鸡啊 我们画一个圆圆的头 好 然后呢 给它身体翘起来 然后呢 它有小尾巴 然后小鸡头上呢 也给它加上 一座小毛 小鸡有一个小翅膀啊 因为它很小 不会飞的啊 加一个小翅膀 好 头和身体给它连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小嘴巴 小鸡有一个小眼睛 好 然后给小鸡加上小腿 加上它的小脚趾头啊 然后这边呢 给小鸡加上这个 然后小鸡从哪里出来呢 我们给它画一个破掉的鸡蛋壳 我们给它画一个破掉的鸡蛋壳 那我们先画一个椭圆形 这边有一半 我们可以给它画这个鸡蛋 因为烂了 所以下面有很多小碎块 然后呢 这边呢 给它加上 好 然后把被挡住的线就擦掉 好 然后给它的 它是复活节出来 彩蛋出来的小鸡 好 不然给它 挂上 一旦壳给它画碎块 织着它的这个蛋壳 然后呢 可以给它的彩蛋上 画上一些装饰啊 你可以夹上 比如说不同的 加上小花瓣 加上菱形 加上漂亮的装饰啊 自己喜欢的就好 然后这个小兔子呢 在使劲的盯着这个小鸡看 小鸡也在盯着小兔子看啊 因为它们都是复活节的一个象征 小兔子春天从大地里面拱出来 代表着一种新生 小鸡从蛋壳里面出来 也是新生啊 所以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 所有的 到春天来了 所有的动物 植物都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树叶呢 也从树枝里面长出来新的树叶 又是一年 一切都 从冬天那种 没有生机的 情况恢复成 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样子啊 好 我们除了画成这样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 更好看的背景装饰 比如说 旁边会不会长花啊 是吧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给它 从小兔子的旁边 感觉 它长成一条线 然后又可能会比较长重的 我们可以给它长出来一朵小花 这边也可以 我们可以给它长出来 好的 然后我们的小兔子呢 你看如果它的头发不是很满意 或者是 感觉是在外面玩的小兔子碰到的一个刚生出来的小鸡 对不对 小鸡还可以长长嘴屋 给它说说话 让它感觉更有动感 画到这种程度之后呢 我们开始描线了 好 我们可以线索我们的小兔子 最主要开始画的小兔子 描起 描线的时候注意 尽量的把它描在我们画的铅笔线上 因为我们铅笔线是自己感觉比较满意的地方 才画的这些铅笔线啊 注意描线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前后的遮挡关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把每一个线都给它描一下 今天这幅画呢 属于是难度比较低的啊 六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尝试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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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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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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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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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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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